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都吻不到 一氧化碳只会让你睡得更沉 而氧气却越来越少 因此唯一对抗这种烟雾的方法 就是安装真烟探测器 你把真烟探测器装在哪里呢 你有多少个呢 它可以决定你的生与死 仔细看这房里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由国立消防学院所设计制作 浓烟先在一楼走廊蔓延 一分半以后 真烟探测器作响 但整条走廊已经充满浓烟 楼上卧房外面的真烟探测器 在两分半钟后响起 这个时候火灾已经发生四分钟了 因此防火专家建议 你应该在房中的每一层楼都安装真烟探测器 比如说在楼上的走廊外 如果你关着房门睡觉 你应该在每一个房间都安装真烟探测器 越大的房子跟房间越多的屋子 就需要越多的真烟探测器 这样子才能够在火灾发生时提醒你 这个楼下的真烟探测器让我们有时间逃得出去 但有一个问题是 国内有50%的真烟探测器都失去了功能 那是因为人们并没有按时的更换电池 或者是他们拿走了电池 忘记了再安装上去新的电池 拜托在你的生日或是假日的时候 请检查一下电池 更换一下 小小的真烟探测器也可以救生避祸 所以记住 你的生命和真烟探测器都要依赖小小的电池 我真烟探测器上的电池坏了 真是不好意思 我觉得太可怕了 我从来没想过 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不检查真烟探测器的电池实在没有借口 要测试真烟探测器 你可以用手电筒 马上就可以知道你的电池是不是还有电 为了避免火灾中的毒气和浓烟伤害 你必须至少在家中每一层楼都安装真烟探测器 而且必须定期的检查和更换真烟探测器中的电池 否则真烟探测器就不具有任何保护意义了 当你必须应付致命的热度时 你和消防员遭遇的情况便一致了 他们在历次的火灾中也算是历劫而归 快快快爬下来 不像电影 消防员不会站着冲进着火的房子 即使他们全副安全装备 他们依然用手用脚用肚子握倒在地上爬行 因为高温足以致命 所以他们必须保持低姿势 他们的训练已经使爬行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 否则他们所救援的火灾都可能成为他们的领终日 因为你在地上不仅可以看得较清楚 而且站立时足以致命的高温 到了地上就降了温 温度的变化是非常戏剧性的 我去过特别设计的训练室 那里地板上的温度是90度 头上的温度却高达600度 天花板的温度更高 如果你站着一定会立刻送命的 因为记得我们稍早说过 凡是温度达到150度以上 就足以使你昏迷而致命 即使是小火灾 也可以使房间在一分钟内上达这个温度 如果你先生在燃烧的建筑物中 记住这个原则 用爬的 千万别站起来 头上的温度高达数百度 而且可以令你立刻丧命 不只是让你看不到 万一你站了起来 浓烟也会使你在几秒钟内失去意识 所以一定要用爬的 现在底下也有些烟了 我开始流眼泪 我要爬出去 但是如果我正式站起来的话 我头上的高温就会立刻让我昏迷的 也许还会要我的命的 你必须爬行才能安全 高温会杀人 爬行可以使你争取更多的逃命机会 真烟探测器在响了 表示地下室某个地方着火了 浓密 去黑 呛人的烟雾已经冲进走廊和房间 你必须要逃出去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你必须争取时间 你还必须知道两件事情才能争取时间 在火灾时你会犯下的最大错误 就是你以为你还有时间 但是火灾中的时间却经常与你为敌 因为你根本没有时间 大多数在火场中罹难的人 都是在火灾发生的前五分钟内丧命的 他们逃不出来 因为他们浪费了时间 有两件事情可以帮助你在火灾中争取时效 了解了以后你就可以保命了 如果你有灭火器 你想你有多少时间来灭火呢 第一个原则很简单 如果火苗窜起时 你刚好在现场而手边又有灭火器 那你只有三十秒的时间可以灭火 你只有这么多的时间 因此如果你在看电视 突然看见有烟雾冒出 你有三十秒的时间去拿灭火器来灭火 如果你控制不了 就快点跑出去 这火势可能会在三十秒之后失去控制 到时你就会深陷其中了 但是别浪费时间来扑灭房中其他角落的火苗 利用你仅有的时间赶紧让你和你的家人逃脱 再打电话求救 最后呢 你要有一套逃生计划 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相信我 未必如此 等到节目结束后你去试试看 找一个房间 你喜欢和熟悉的房间 在同伴的协助下 或者是自己一个人 闭上眼睛来转个几圈 眼睛呢 一定要闭着 然后呢 趴在地上 你心里呢 一定要有一个逃生计划 在这个时候是很重要的 闭上眼睛 要自己去找出口 看看要花多少的时间 记住 这是一场想象性的火灾 在真正的火灾中 这正是你要应付的情况 你沿途上会有很多障碍物 你必须知道往哪里去 有浓烟 一片都是黑暗的 你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而且呢 十分的呛鼻 但是我知道这套逃生的计划 要我沿着墙壁逃出去 我已经演练过很多次了 你一定也要照着做 厨房应该就在这里了 对啊 在这里 我已经知道 地板铺了地毯 这就是厨房 没错 出口就在沿线前方 十英尺的地方了 但是我还是看不到它 四周仍然是一片漆黑的 而且热气正在往下飘散 我还在往前爬 这是出口 我可以出去了 你必须要有一套逃生计划 而且要多演练 这样我们知道 如果湿火时你在屋里 你有灭火器的话 就可以用三十秒来灭火 如果做不到呢 那么赶快逃出去 别忘了 你必须要有逃生计划 因为时间是你的死对头 除了灭火器之外 还有一两件事情 大部分的人不知道 那就是门的作用 它可以抵挡浓烟和毒气 我们来听听以下的讯息 他们都身力其境过 这场火灾发生在 两户人家共住的楼下 女人们迅速地逃出 打电话通知消防队 有两个男人在楼上 因为浓烟而丧命了 有个男人在床上吸烟不慎 而引起了火灾 在消防队抵达之前呢 房子其他的角落也烧毁了 当初这些人 原来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 来避免这场生命和财物的 无畏损失的 这些人本应怎么做呢 你知道门是救命和防火的 最佳设备吗 如果你置身大火熊熊的房间里 只要你关上房门 那么就能够避免烟雾和大火 迅速蔓延了 我们希望你永远别深陷火场 但统计数字显示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碰上 这的确令人心惊 但若你学会在火中逃生的基本原则 如果你计划了安全逃生的方法 你就可以逃命 别人都已经这么做了 你也可以办得到 小孩子拿着打火机 他觉得很奇怪 然后呢 他就会把它当作是玩具一样 他们独自在房间的地板上玩 看到打火机 看到打火机蹦出了火花 然后他把那小手指呢 放在板机上面 然后就会 砰砰的 最后就有火花出来了 但是一根火柴不一样 火柴有的时候会熄灭 但是这种火花不会熄灭的 然后他们就躲到棉被底下 或是衣柜里面去玩 而火继续燃烧 直到失去控制 他们却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他们不知道要赶快跑 因为他们太小了 然后火势就一发不可收拾 火跟小孩这种最具破坏性的结合 就是酿成大灾害的一种特殊结合了 您刚刚所观看的影片中 包括了许多防火安全的有效措施 它可以指导你在火灾发生时 如何应变 以及如何帮助你 与你的家人尽速逃离 但本节目仍仅为以原则性指导 为了做好万全的准备 你必须与家庭所有成员 一同拟定 及练习一套家庭逃生计划 依照真烟探测器 及灭火器上的安装与保养说明操作 以尝试与安全演练防备火灾 向所在地的消防队 索取进一步的相关资料 没有人想要家里失火 但你可以拟定计划火力求生 你现在就可以做 安装真烟探测器 以小小的花费就可以挽救你的生命 演练家中失火的应变措施 和你的家人 和你的室友 要知道每个房间的两条逃生出路 记住 别惊慌 如果你预先计划 就可以免于注入之灾 计划如何逃生 就是现在 现在您已经了解 家庭防火逃生要领 接下来您更需要了解的是 如何安全进出公共场所 在此我们要再次提醒您 无论出入任何公共场所 请记住 第一 要先检视安全门的位置 第二 了解逃生路线 第三 留意查看消防设备的位置 为了让您确实了解 常用消防设备的使用方法 现在 我们就以麦当劳现场的灭火器 及缓降机 为您做详细的示范说明 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这是一般的手提灭火器 首先取下灭火器 然后一定要记得 拉开安全叉烧 再握住喷嘴皮管 将喷嘴朝向火苗底部 同时用力压下手压饼 将干粉喷洒火源根部 并在火源范围内 迅速左右移动扫射 在火苗熄灭后 并用水冷却于尽 确定火势已完全熄灭 我们再仔细看一次 灭火器的操作程序 一 拉开安全叉烧 二 提起灭火器 三 手持喷嘴皮管 前端朝向火苗底部 四 压下手压饼 五 喷洒火源根部 六 左右快速移动扫射 直到火焰熄灭为止 七 用水冷却余境 确定熄灭 为确保灭火器 随时可供使用 请随时注意灭火器的压力指针 是否在绿色标准区域内 接下来我们为您示范缓降机的使用方法 先找到贴有倒三角形标志的紧急逃生出口 拿到缓降机 找到固定架之后 立即打开外盒 将缓降机取出 拿起调节器上方挂钩 用食指即可打开挂钩 并挂在固定架上 同时把此处的螺栓拴紧 再将轮盘掏出窗外 接着迅速将安全锁套在椅下 束环束在胸口 注意调节器指胸口的距离 不要超过您手背的长度 为了增加稳定性 请拉紧调节器下方的两条绳索 然后攀出窗外 记住面向墙壁 切勿用弹跳方式下降 以免绳节脱落 这时您可以放心地放开双手 轻触闭面 但绝不能将双手往上举 以免绳索松脱 到达地面后 立即拿开安全锁 并顺势将绳索拉上顶端 以便下一个人使用 我们再仔细看一次 缓降机的使用方法 1. 打开安全门 2. 将活动质感向上提 并顺势朝窗外水平推出 约一半长度 3. 取出缓降机 打开挂钩接口 挂在固定架上 拴紧螺栓 4. 朝水平方向 将质感推出到底 5. 安全锁套在翼下 束环束在胸口 6. 调节器到胸口的距离 不超过手背长 7. 双手拉紧调节器 下方的两条绳索 攀出窗外 面向墙壁 8. 在身体平稳后 张开双手准备下降 切勿用弹跳方式下降 9. 下降过程中 可以双手轻触壁面 此时切勿高举双手 10. 到达地面 立即拿开绳索 11. 顺势拉绳索到顶 您已经清楚了解灭火器 及缓降机的使用方式 我们还要再次提醒您 无论出入任何公共场所 请记住 1. 检视安全门的位置 2. 了解逃生路线 3. 留意消防设备的位置 最危急的时刻 是更见人性光辉的时候 麦当劳特别呼吁 在火灾现场 孩子是我们首要保护的 请先行护送孩子离开火场 接下来是护送妇女和老人 一般而言 火灾发生时 对于人类身体的危害 可归结于三方面 第一是烟 在火灾发生的时候 常伴随着大量的浓烟 除燃烧中所产生的碳粒 残渣 余禁之外 还伴随着大量的有毒气体 例如HCN 也就是氢化氢 H2S 也就是硫化氢 以及CO 一氧化碳等 其中以一氧化碳的毒性最强 由于人体吸入一氧化碳 会导致体内红血球 失去运输氧气的功能 因此无形 无色 无锈的一氧化碳 常成为火场中最大的无形杀手 第二是高温 在火场中 因为物质的燃烧 而会释出大量的热 产生高温的环境 根据研究 人体所处的环境当中 当温度超过华氏150度时 人的生理机能就会失去功能 而一般木造建筑火场温度 平均在摄氏800度以上 而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密闭建筑 更在摄氏1200度以上 因此会对人体产生莫大的伤害 最后一个是火 一般而言 火是造成火灾中灼伤的主要原因 但通常不是人命伤亡的主要原因 在火场中 人命的伤亡 通常是因为吸入大量的浓烟 或有毒气体 造成昏倒 失去知觉 甚至死亡 而后才由伴随而来的火焰所侵袭 火是能利人也能害人的东西 然而每一次的灾难发生 有很多时候 都是由于人为的疏失所造成 现在就让我们来告诉你 平时应注意的史上 一 火灾发生的时候 拨119电话 应该将发生地点的详细住址 以及附近明显的标志 一并爆出 以便消防人员 能够迅速地到达火灾现场救火 二 发生火警的时候 应一面派人报警 一面扑救 切勿惊慌 或是只顾逃生或抢救财物 而延误报警 三 一般的火灾 可用水或以棉被等浸湿覆盖扑灭 四 油类及化学物品火灾 可用干粉 海龙 二氧化碳等灭火器扑救 五 厨房炒菜时油锅起火 如果没有灭火器设备时 可将锅盖盖上 或用棉被覆盖灭火 六 乱丢烟地是纵火的行为 床上吸烟更容易湿火烧身 吸烟人士务必养成随手熄灭烟地的习惯 七 大人外出时 切勿将小孩反锁在家 火柴 打火机等 必须放在安全处 以免小孩玩火引起火灾 八 睡前和外出时 一定要做安全检查 关闭电器 熄灭火源 九 挥发性的油类 例如汽油 酒精 香蕉油 溶剂油等 很容易引起火灾 切勿放在家中 十 生火取暖 或是以蚊香熏蚊虫容易引起火灾 物需小心处理 十一 燃放鞭炮最容易引起火灾 应该尽量避免 如果必须燃放时 应远离易燃物品 切勿让孩童任意完放 十二 火箭炮 火箭炮 冲天炮 双响炮 瓦斯炮 及沙炮等炮竹 均已列为最具危险性的禁放炮竹 切勿玩放 十三 啃植焚烧杂草或烧山时 需向消防单位申请 核准后监视下实施 游山时 不可将未经熄灭的烟地乱丢 上山扫墓祭组燃烧之前 要做防火措施 并且需等纸前余禁熄灭后 才可以离开 十四 住宅四周巷道 违章建筑 或擅自设立摊位 堵塞路口 都会影响消防救灾 应随时向有关单位检举 以测公共安全 最后一项 家庭中应自设灭火器 紧急照明灯等 已被发生火警时 能以紧急自救 用电安全 根据过去火灾发生的原因加以分析 发现相当高的比例是由于电线短路的缘故 所以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注意用电安全 一 使用电器时 千万不可以因事分心 突然离开 忘了关掉电源 这样很容易造成灾害 二 灯泡或其他电热装置 切勿靠近易燃物品 尤其不可以在衣柜内装设电灯 以免自动开关失灵 引起火灾 三 使用电暖炉 电热器时 切勿靠近衣物 落地窗帘或易燃物品 尤其是烘烤衣服时 更不可随意离开 以免烤燃衣物 引起火灾 四 电线走火时 应立即切断电源 电源未切断前 切勿用水扑覆其上 以防导电 五 电气火灾时 可用海龙 干粉 及二氧化碳等灭火器扑灭 认识消防安全设备 火灾虽然可怕 但是消防科学与技术 是日益发展的 消防设备不断地推陈出新 我们应该熟知这些消防设备的用途 一旦发生意外时 可以马上运用 以确保安全 这是烟极热的探测机 和受信总机 这是手动报警机 标示灯和火警警铭 平时应该定期测试检查 而感烟感热设备 要注意定期更换电池 以维持设备的功能正常 紧急广播设备 壁路电视监控系统 都是可以迅速有效地 早期发现火灾 并且通报的设备 认识灭火器 二氧化碳灭火器 适用的火灾种类有 B类也就是油气及煤气 C类也就是电气类 这两种所引起的火灾 这是清水泡沫灭火器 它适用于火灾种类有 A类包括木材棉花及纸张 B类也就是油类以及煤气类 这些所引起的火灾 但是它们不是用于电气类 另外这一个海龙灭火器 它适用于A类 包括木材棉花及纸张 B类包括油类以及煤气类 C类也就是电气类 这三种所引起的火灾都适用 另外这一个干粉灭火器 它适用于A类包含木材 棉花及纸张 B类也就是油类及煤气类 C类它包括了电气类 这三种所引起的火灾 现在我们来示范各项灭火器 实际灭火的情况 灭火器使用的方法很简单 从吊架或地面上提起之后 另一手将安全插销拔开 再将橡皮管取出 对准火焰的根部 提举那一只手 用力地往下一压 就像这样 总而言之 对于各项的灭火器具 平常应当熟知 正确的使用方法 并且也要定期地测试检查 同时要注意药剂的有效期限 适当更换 以确保灭火功能 认识建筑物的逃生设备 安全梯是避难设施中 最普遍实用的逃生设施 楼梯与各楼层之间 相通部分以炸种防火门区化开 这个门就叫安全门 门上应有出口标识灯 移动建筑物内应有多座安全梯 并且应分散设置 同时不可堵塞或堆积杂物 以便有意外的时候 人们可以顺利逃生 排烟设备 目的在将室内的浓烟 往屋外排出 再将新鲜空气 以自然吸入或动力灌入方式 进入室内 使逃生中的人员 暂时不受烟所吞没 紧急照明 这项设备是提供逃生者照明 使其顺利逃生 另外呢 避难方向标示设备 使人在意外发生的时候 能迅速了解正确避难方向 和安全门的所在位置 避免盲目摸索 造成危险 建筑物二至十层部分 为增加在灾害时逃生的成功率 因设置避难器具 例如滑台 避难梯 缓降机 避难桥等等 建筑物因依其用途 及现场环境 采用最适当的器具装置 由于避难器具是室外逃生 超过十楼以上 使用并不安全 火灾时 如置身高楼 可利用缓降机或救助在逃生 缓降机的逃生要领为 打开窗户 展开固定架 将悬壁伸出墙外 并将悬壁拉高 确定锁紧 然后打开缓降机包装箱 将缓降主机挂钩 挂在悬壁扣环上 并确定锁紧 接着将绳索轮盘抛向地面 把束身安全带系于腋下 并调节其松紧度 双手握紧绳索 臀部朝外 使身体攀出墙外 双手向前违张 双脚自然下垂 微微张开保持弹性 即可落地 救助带的逃生要领为 拿开救助带收藏箱外壳 解开救助带上的绳索 将绳标抛出墙外 确定救助带已拉出 并固定于地面上 掀起金属支架 由足部先伸入救助带内 双手朝上 以仰卧姿势滑落 在滑落过程中 可利用脚底摩擦救助带 防止下坠速度太白 住家如果装有防盗窗时 一定要预留逃生口 同时钥匙要放在明显固定的地方 意外紧急时 可以开启以便逃生 火场逃生要领 一 果栽的现场往往是去黑一片 所以平时应熟悉逃生路线 二 如有制灵孩童 可利用棉被裹住 细以绳索 垂降至地面逃生 三 老弱妇孺 自救能力比较弱 应优先照顾脱离火场 四 如情势所逼 可利用被单连接成绳索 作为逃生工具 或是逃至临近屋顶 五 由于烟的上升速度 比人上楼的速度快 所以尽可能地向地面层逃生 六 在浓烟中逃生 切记离地面二十公分处 还有残存的空气 以湿毛巾引住口鼻 取低姿势沿墙角逃生 如果靠近楼梯时 可在踢脚间吸取残存空气逃生 或者是利用防烟面罩 装满新鲜空气 套在头部并一手向下朝内拉紧 往安全方向逃生 七 如果必须通过火焰方可逃出时 应将身上衣服浸湿 或是将棉被 毛毯等浸湿后 裹出身体迅速逃出 八 如果房间内着火 逃离房间后 尽可能随手关门 这样可以延缓燃烧扩大 并防止火焰向室外蔓延 九 厨房门时 先用手抚摸门板 把手 如果赶到烫手时 千万不可把门打开 如果是凉的 开门时 应以背顶门掀开一条缝 如感觉有热浪或火焰压门时 应立即把门关上 选择另一个逃生路线 十 在火场中 尤其是在烟雾中逃生 经常伸手不见五指 所以逃生时 往往会迷失方向 或者错失了逃生门 因此在逃生时 应尽量沿着墙走 十一 在室内等待救援时 只要将门关紧 火是不会马上侵袭进来的 但是烟是无孔不入 所以必须将门缝塞住 可利用胶布或粘湿的毛巾 衣服塞住门缝 防止烟雾进入 十二 夜间发生火灾时 应通知其他熟睡中的人 切勿只顾着扑火 或是自己逃生 十三 在公共场所突然遇到火警时 应注意保持冷静 寻自安全门 安全梯逃生 切勿征兴口后拥挤一起 这样会造成践踏伤亡 同时不可以搭电梯逃生 因为火灾现场 通常都会断电 若搭成电梯 会使自己困于电梯内 无法逃生 十四 进入公共场所或投诉旅设时 首先要观察安全门 安全梯 以及各种防火安全设备位置 以及所有的窗外景况 以备万一有火警发生时 能够从容铺就 以及逃生 另外高楼建筑物的强化玻璃窗 紧急时可用力敲击强化玻璃的四周 敲碎玻璃打出缺口逃生 十五 万一乘坐火车或汽车 遇到火警时 应等车辆停驼以后 迅速自安全出口 或打破车窗门逃生 切勿车辆尚未停驼 就冒险跳车 造成意外死亡 总而言之 火灾固然可怕 但是只要我们事前 小心防范火烛 平常多加练习火场逃生方法 熟悉居家或工作场所的 紧急避难方位 并且事发现场保持冷静 加上平常具备的防火尝试 以及逃生要领 相信大家一定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